你怎么这么起床我的事 你也是 难道我们有共同的过往 怎么了 这车可能听了我们太多的秘密 吓得熄火了 我们的秘密 既然我们那么像 我以后就当女人了 这话听起来好像 游戏里面的召唤兽 干吗 让我来猜一猜 这有一个落跑的二百五 还有一个是如英雄救美 但是 坐驾不争气的失败其事 还是让我来拯救你吧 走 上我车 快点车 召唤兽出秘密 李晓杨 你没事吧 我知道今天你不是有意的 虽然是有点过分 但是我们还是决定原谅你 谁要你们原谅了 我压根就没错 对我来说 工作和思想感情 我上来的真的很差 你们自己走吧 数不同行了 这些人不能自拔的 除了牙齿 还有爱情 她怎么了 工作上没有什么问题吧 怎么这样失态呢 走吧 他是怎么做的 也罢了 为了 来 去看看 快收拾了 走 去吧 别想我去投诉他 我认可刘成铺助理吕笑笑的评分 认为你们是一家优秀的B级公司 还决定和你们继续合作两个新的项目 哪有那么好的事啊 我可不是鸡 少给我拜年 那你也可以认为是圣诞老人送给你的礼物 不接受 看你那个笑我就知道你没安什么好心眼 我能做上执行创业总监这位子 不是靠运气 是靠业绩 选择你 也是看中你在狼雅做了一年的卧底 你对狼雅最熟悉 谢谢你的光临 这边请 这个发型很适合你哦 是吗 对啊 这家子弟会喜欢优雅的女人 你的意思是说 你不仅有拿下她的妙计 还有赶走李笑笑的办法 可是出了这么大的事 李笑笑还能留在狼雅 说明她的来头真的不小 现在不敢走她 她以后就更难了 而且她们的关系好像真的不错 对啊 所以我投手气气 让你赶走她 凯凯 你怎么在这里啊 我 我找杀伦有点急事 给她打电话也没接 所以就在这儿等她 杀伦跟我请假去看你阿姨了 你有急事找她 嗯 那我把那里地址给你 你没带别 我 我也没带别 谢谢 对不起大夫 急事 你好啊 别动 客户一早就打电话来 新的项目已经启动了 你的策划稿什么时候交上去 我打电话已经交给周围了 交给谁了 周围 就是他告诉我你在这里的 我也没听他提起过 你是不是想故意脱稿 能拿装头杂人的手机 不完美不虚传啊 我收藏了 医生我有急事你要拿着 叫你别动你非动 你看搞得多了安倍 明安就给你拿出来 你自己去问朱莉 我都叫他一个礼拜了 现在客户都还没收到 不是他搞鬼是谁啊 交了一个星期了 那可能这里面有误会 朱莉也不是那种人 你怎么知道 因为我相信朱莉 医生 把我这东西 我不想跟我来点说话 不好意思 让你久等了 哪里 是我打扰你的雅兴 是我打扰你的雅兴 没有 我也是连续熬了我几个晚上 今天才来这里放心一下的 话说熬夜 对女人皮肤不好 在你的身上一点都没看出来啊 在你的身上一点都没看出来啊 找我有什么事啊 哦 是这样 有小柔 好 是我没交代清楚 薛尔是把刺化案交到我手里 那她提交的一个大片创意 是火灾现场 哦 哦 客户方的总经理夫人 我就知道你会清楚的 总经理的夫人就是在火灾中去世的 我本来想叫尤总监提交一份新的创意给我 但我看她这阵子身体不是很舒服的 哎 就自己熬了几个晚上 今天早上才刚把创意赶出来的 我传真给了客户 约他们在这里见面 要不一起谈 朱莉 你也太辛苦了 其实 女孩子家 不用那么拼命的 好 帮你倒茶 她完全是胡说八道 我的策划里面就写了一个火字 跟火灾现场半毛钱关系都没有 可是朱莉又费马的又费电子做了份策划 对她其实有什么好处啊 您别看我 这件事啊 我还没想清楚 关键这不是朱莉的一贯风格 她以前 只要错一个字 都会让你自己去改的 说真的 我觉得你们误会朱莉了 不管怎么说 她也为小柔赶制了一份新的策划 这可是事实 我不稀罕她改 我说你这个人怎么不讲理 你能不能把个人感情和工作分开谈 我跟她有什么个人感情啊 我记住她长得比我漂亮是吗 开什么国际玩笑 我们在场的都是美女 美女也分可爱的和不可爱的两种 她可爱 这是我活到现在听到最好笑的一个笑话了 我完全不觉得连一个笑容都会虚伪的人 秀多可爱 每次笑都只落四颗牙 人人都在装 你我也在装 你今天不装了第二次了吗 你怎么 没错没错 人人都在装 但是呢要看你怎么装 比如说这一道门 你装好了装原了呢 就迈到门里面去 成为传说中的性情中人 比如说我 还有一种人呢 没装好 从这个门呢 跨进去的时候 正好卡在那儿了 简称卡门小姐 比如说朱丽叶 来服务员加点冰 我现在知道 朱丽叶想做什么 喂 我知道上你之手的下落 神经病 好 太漂亮了 你好 你好 你高兴地见到你 我已经不是以前那个 执行创业总监了 哦 我听说了 有什么关系呢 我交的是你这个朋友 又不是你的职位 好 那重新认识一下 我是狼雅公关 刘成部助理小菜鸟 李笑笑 我是大书籍摄影师林沐峰 这也是在艾克桑拍的吗 是啊 我还有一艘模型呢 鲜亮版的 全球就只有三艘 真的 我好想看啊 哎 我有带来啊 去到那边 我带你去看 好好好 你知道吗 六年前的夏天 我跟这艘船啊 一起经历过一场 狂风暴雨 是啊 嗯 发布会之后 这艘船就不属于我的了 为什么 我把它捐给了自然保护协会 在发布会那天 他们会把这艘船 拿来义卖 筹款 真的啊 嗯 我看你筹帮你了 我把它留着 是会对我一个人有意义 我把它捐出去的话 会对更多人有意义 待会我们还是按照这个图 去把那天灯给我给架起来 好 对吗 哎 卓妍 好 谢谢啊 辛苦了 好 我们过去那边吧 来 过来 是不是去过很多地方啊 嗯 还行吧 职业需要嘛 那你最喜欢哪 嗯 意大利 因为我最喜欢吃披萨 我知道有家餐厅啊 他们的口味非常正宗 就仿佛让我想起那时候 在福尔人的岁月 太棒了 太难忘了 你说得我口水都快流出来了 那晚上我请你去吃吧 哎 笑笑 你有口福哦 好 周老板请客 搭上去了 晚上见 哎 如果你们决定吃的话 马上就要定位了 嗨 空帆我 嗨 哇 嗨 嗯 嗯 天下意大利餐厅定不到位置 所以啊 日本料理也不错 是啊 日本料理也很好吃 都可以 对了 谢谢你的晚餐 送给你 哦 哦 法国的红酒 这顿饭你亏大了耶 哎 客气了 没有 大朋友继续去吃吃饭嘛 开心酒 是吗 哎 坐板 坐板 哎 坐 走 好 洪峰 你来看看 你喜欢吃点什么 哦 这 卓元是常客 让卓元来点好吧 来 卓元 你点 好 一份重合寿司 烤银鱼鱼 羊排 先备 哎 服务员 那个菜里面芥末少放一点 好 谢谢 好的 哎 等一下 不会吧 男人都吃芥末的 哦 服务员 麻烦每一道菜都加芥末 知道了 嗯 多加一点 越多越好 好 好 好吃吗 主任 那芥末这么辣 没吃那么多吧 芥末他要的 芥末也好吃 芥末也好吃 嗯 快好吃 没吃过 这么好吃的芥末 嗯 都知道 你慢慢吃 我先走了 哎 哎 你不是要请客吗 这吃嫩正开心呢 怎么走了 我打扰你们 哎 哎 左燕 来 我我送你我送你 小心点 啊 我送你我送你 哎呀 哎呀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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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 嗨 嗨 我跟笑笑一起来吃饭 你一个人 哦 我不是一个人 嗯 要不我请你 哦 我 如果你们有事的话 就先聊着 嗯 这个我来处理 我先走了 怎么 不上脸啊 哦 没有 美女蜂蜜 我哪敢不从文 那 我们坐那边 哦 好 吃什么 黄司飞 你点吧 那 跟刚才一样好了 先生 你胃口真好 蜂蜜陪美女吧 哎 哎 左燕她怎么了 哦 她 她 她说要吃蜂蜜 就叫了很多蜂蜜 吃了以后 她可能自己也 受不了 呛到了 有笑着 啊 很巧啊 我来给你介绍 这是我表妹 你好 这是 我朋友 你好 我认识 林木峰 大名鼎鼎的摄影师 给我讲 你好你好 欣慰欣慰 欣慰 要不我们一起吃吧 哦 不用了 嗯 我跟我朋友 还有很多蜂蜜蜜 那好 那你们慢用 慢用慢用 慢用慢用 这么巧 遇到你朋友 哎 你觉得我很张吗 不会啊 我觉得你是一个很可爱 很踏实的女孩子 我这个也是 晓晓 晓晓 什么事 你怎么了 你没事吧 你没事吧 晓晓 没事吧 你是不是哪儿不舒服呀 我送你去医院吧 不 就算我今天 死在这里都没有关系 我只希望 你给我一点点时间 让我把话送回 可以吗 好好好 你说 快说 你快说呀 不 那不我送回联邦 要害你怎么办呢 狼来的故事像明年也听过吧 我压根就不会再相信 你对我说的任何一个字 就算有何宗联盟 他对我的伤害 也会比你对我的伤害小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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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想说 要是我一个人留着它 只会对我一个人有意义 我把它捐出去的话 会对更多人更有意义 是不是 为什么那个臭清洁工 不能像林木峰这样呢 神经病啊你 别碰我 走开 我不是故意的 我看在发胎所以我 但你干嘛呢 为了这破东西你愿自己受伤 我愿意你管得着 晴晴 你愿意你愿意 离发不会还有一段时间呢 现在就把这东西放在这儿 太危险了 我还是给林木峰送过去吧 别动啊 那天我跟你说的话 什么话呀 你要再给我听那个诗个诗 别怪我给你急啊 我也在破传模 差点连命都豁出去了 是值得吗 这可是林木峰的宝贝 这传模可珍贵了呢 全球都只有三艘 而且最关键的是 他陪林木峰 度过过暴风骤雨 我挺欣赏林木峰的 这么珍贵的东西 他都要捐献出来 真挺难得的 出发 这张照片 想让整个河床干了以后 才拍到完 那看起来都像裂缝一样的 你觉得像什么 像巧克力 你就想吃的 因为我两个嘴巴吗 你太厉害了 把蛇和牛头放在一起 对 刚刚好趴到那儿去 好漂亮呀 太神奇了 杨叔要下了 走了 我想再玩一会儿 好 随便你 不是 是 他在这間 曾经 公元 相当 每わか greater 都 是 2 至 Court 怠法 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 请稍后再拨 请稍后再拨打 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 请稍后再拨 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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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晚上有一个五十年一月的 试试作流星雨 我们打算把它拍下来 你早不来晚不来 非等到流星落下来的时候来 害得我弄没许程月 希望还有几颗残留的小星星 你看星星干嘛不接我电话 卓大爷 我手机拉你车上 你不是不知道吧 你们两个慢慢聊 我先回吧 我有几次找你 跟我走 你说有机事就有机事啊 吕晓晓 你别太过分了 走不走 我说到三了 一 二 我知道你现在肯定后悔了要死 但我卓大爷马上就走了 你已经没有挽回的机会了 周大爷 你是说我会后悔拿不回我的手机吗 实际上是不想到的 你做的生意 你做的生意 我帮你tim 还要以我的手机 也应该要留在我那里面 也有些人的我最近做的事 你做的生意 我做的生意 我做的生意 我不是想找到你 答对了 一百分 那第二呢 第二 我也知道 你其实真正想跟我说的是什么 好啊 你累了 我也累了 不如放手 你累了 Ray 如果把Cherry安排跟VV一组 应该比较妥当 我跟您重申过 怎么样调配吕笑笑 是我的职权范围 我本来也不想管 但是莱斯烈杜总 已经把投诉报告 打到我这里来了 她认为袁和Cherry的合作关系 令她非常担忧 我查阅过了 Cherry现在跟的是Cherry组 和Sharon组 都是由袁来承办活动的 如果当吕笑笑和袁的合作关系 威胁到整个活动方案的进展情况时 我有权实行执行创业总监的权利 我认可刘成部助理吕笑笑的评分 认为你们是家优秀的B级公司 还准备和你们继续合作两个新的项目 哪有那么好的事啊 我可不是基业 少给我拜年 那你也可以认为是圣诞老人送给你的礼物 我已经查出来了 朱丽叶对时间呀绝对有目的 她努力地在时间面前树立一个温柔 娴熟十大体的形象 现在要知道朱丽叶办事啊 通过时间准没错 于是就把你弄到安若慧那一组 想借刀杀人 大不了我就辞职呗 什么上帝举手 合作联盟 简直就是一场噩梦 姐你看 那不是那个快乐卡卡保健食品的陈总吗 我记得去年杂志社达歇会上见过她 陈总也会上这样的女人情感节目 作为美女强人社会上有很多关于您的传说 那听说您和您的前夫是因为事业上的分歧而离婚的 我和我前夫在事业上确实有分歧 当时我还在立一家公司 我们公司的董事会看中了我前夫所在的 和了美新公司一条品牌生产线意图并购 带我去和我前夫谈判 我前夫她不同意 所以是因为这个原因而离婚呢 你们也太妖魔化我了 她不同意并购 我也不想影响我们夫妻关系就这么拖着 直到有一天我发现她和别的女人有染 我和她离婚不是因为事业上的分歧 是情感上的原因 你明白吗 这一点我和任何女人都是一样的 那是在离婚之后并购案才决定下来的 不错 我们来联系王总 看看王总是怎么说的 王总您好 这里是新距离节目 刚才听了陈女士的说法 您同意她的观点吗 开玩笑 她现在还在诋毁我 我压根就不认识那个什么只会酗酒的女人 我觉得这就是她力欲熏心 想并购我们公司找出来的借口 真有意思 原来还有这样一段过节 我记得当时负责这个并购案的公司 就是狼雅公关 这也太巧了 A公司要并购B公司 最大的障碍是AB两个公司负责人的关系 也许是我侦探小说看多了 我总觉得陈总离婚 背后一定是有人做了手脚 你这么一说我也觉得挺怪的 狼雅的经典案例里边 狼雅的客户在跟死对头应科的时候 对手公司不是倒闭就是破产 要么就是高层爆出丑闻 最后狼雅的客户总能胜出 难道合纵联盟是 真的 真的 今天怎么回事 狼雅大伯龙全来了 十年来从来没有播到 就这样 我爱你 马嘉丽 嘉丽 我爱你 嘉丽 嘉丽 请原谅我吧 黄凯 你真牛 你打破狼雅的规定 你是第一个擅自闯进狼雅创意部的男人 拥有我这样的男人 会不会觉得无比的自豪 非常自豪 我自豪一个头了 我马嘉丽的脸被丢光了 丁娜 在 叫保安来把这神经病给我拖走 没问题 马嘉丽 我告诉你 你要不原谅我我天天来找你 马嘉丽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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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去工作了 手机壁 你大到创意部会被保安拖走 他们会把你拖到保安室 你从保安室的后门爬出来 那里就是楼梯口 这是唯一到达楼梯口 被摄像头拍下的方式 然后你走楼梯到最顶楼 那里有一辆工作车等着你 放完装 等待召唤清洁工的铃声响起 你就可以大摩大摩地走进会议社 记住 真正的气节工到达顶楼 只有一分钟的时间 你只有这一分钟的时间可以利用 好 今天就到这里 我们参会吧 我用来 把这个资料给它处理一下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谁把车放这儿了 Bank 怎么了 突然有我在这儿见面 真有趣的城市 是 在这儿看下去确实很漂亮 中文有一句话 高厨不胜寒 我一直在站在这儿 给我一种感觉 我可以控制所有东西 Cherry 你觉得你能掌握你的人生吗 为什么不能 那么 伤机之手呢 那只是 那你觉得你为什么不能掌握他呢 下面每天 像你这样 自信 充满的努力的年轻人 都想爬上来 但是你知道吗 能够站在这里 只有你和我 你的意思是 你是要成为像你一样的狼眼决策者 才有机会抓住上帝之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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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明白 但是你得告诉我 如果你觉得走这条路 觉得还是很难 觉得你上来了之后 还是发现 什么都看不起 那你真的还是想在这儿 我愿意 我愿意 好 好 我明白 再告诉他们 我知道了 先挂了 Cherry 看来我们今天的谈话只能到这里 我有一些事情要处理 那我先走了 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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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六号 请到十五楼 收到 收到 老高 顶楼好像有陌生人进来 请派一名保安上来 谁 站住 别跑 好 保安部 保安部 有陌生人进来 他正在后楼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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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多的画面 太多的理由 都变成要结束的一切 我 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 还是那个地点那条街 那缠绵的地点 难道是爱的天平已经倾斜 我很明白你在想什么 还是那个地点那条街 我 结束的一切 很明白爱并不是你要的一切 下着雨的天 所有的感觉 下着雨的夜 下着雨的夜 太多的理由 都无法代替 太多的画面 都变成要结束的一切 我 不知道你在想什么 还是那个地点那条街 那分手的夜 那缠绵的地点 难道是爱的天平已经倾斜 我很明白你在想什么 我很明白你在想什么 爱是那个地点那条街 相遇的地点 结束的一切 很明白爱并不是你要的一切 所有混乱的感觉 所有混乱的感觉 无可救药的感觉 无可救药的一切 太多一切 太多情节 太多伤痛的理由 让我不怕拒绝 我不怕拒绝 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 你很明白 还是那个地点那条街 那分手的夜 那缠绵的地点 难道是爱的天平已经倾斜 我很明白你在想什么 我不知道 还是那个地点那条街 相遇的地点 结束的一切 很明白爱并不是你要的一切 很明白爱并不是你要的一切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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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那个地点那条街 相遇的地点 相遇的地点 很明白爱并不是你要的一切 但是那些地点 我们搜尋 譬Is지ません 的 我們 要 得 不 哪 比